小男忍周记 上个礼拜日 说到我听到门钟声 一开门 见到一个完全不想见到的人 他是临山 我直觉第一时间就关门了 我随即想 我是不可以这样做 虽然林太太现在在我间房 穿着我一件睡衣 这个时候 林太太伸个头出来问我 谁啊 我不断耍手 用唇语跟他说 是你老公啊 他一听到这四个字 跟我见到林先生的反应一样 啵声关门到房门 门钟再响 我深呼吸之后 勇敢开门 林先生一念而言问我 为什么你刚才见到我闪门 我好聪明地找到一个借口 我说 我还没穿免褲 虽然大家都是男人 总是有点尴尬的 林先生满身酒气地走进来 坐在梳化上 两只手不停地在那里挖头发 他压顶的头发本来已经不是很多 越挖越见顶 他向我诉苦 说林太太几天没回家 去到现在 都还没接受自己的太太和人有染 我一路听 心一路内疚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太太 在我房间赤大脚 你以为他会怎么样 林先生叫我教他怎么做 其实这个时候 我自己都六神无主 我唯有口窄窄地跟他说 事情已经发生了 主要问题是 在乎你还爱不爱这个女人 林先生犹疑了一会儿 点头跟我说 他已经太习惯有一个太太 他不可以想象 自己没有了一个太太的生活会是怎么样 最后 我答应林先生 如果见到林太太 就劝他回家 林先生临走 还很感激地捉住我的肩膀 大力拍我背脊 他每拍一下 我的心跳就加速 他终于走了 我不敢立刻入房叫林太太 过了十几分钟 是林太自己开门走出来 他已经换好衣服 还背上手袋 他淡淡地问我 是否想劝他回家 我跟他表示 道意上是这样 感情上就刚刚相反 他颇为满意地苦笑一下 开门走出去 今天 听说某处地方落博 上个星期一 是清明节保假 乔太郎打电话回来 说去开和合石 问我有没有亲友撞在那附近 叫我说下个名字 顺便跟我拜 除了一些性格上的问题之外 乔太郎不愧是一个好朋友 我终于心晨仿佛 又不敢出街 不知道是否怕被雷砰 看着窗外面一场又一场 落不尽的倾盘大雨 整个城市就好像被一个大瀑布 包吹在里面一样 很想知道 林太到底有没有回到林山那里 我尝试用很理智的想法 告诉自己 最好他可以回到丈夫身边 可惜每天想到这里 心里总是有些抗拒 忍不住拿起电话筒 拨林先生家的电话 电话响了十几次 在我想收线的时候 有人接听 是一把男声 我认得是林先生 我一听到是林先生的声 不知为什么立即收线 我是不是作賊心虚 我本来是一个局外人 为什么无端端自己牵自己入局中 雨 落呢 落呢 尽情地落呢 下雨晚上情绪蕴酿 既怪你再何方 上个星期二 林太没上班 公司的人面孔越来越冷 我粗略估计 他们减少讲笑达到三十几个百分之 以往经常有笑声传出来的地方 现在正如深海 大家好似在互相舌听一样 他们互相招呼的时候 都是嘶嘶 嘶对方过来的 而居然 没有人谈及邓先生当晚的事 可能静静地的传播 比大声说更快 终于都是忍不住手 打了个电话给林先生 他这几天都没有回医务所 我约了他到Dickens Bar喝酒 他感冒又打黑痴 我一直以为医生不会病 现在发觉医生都是人 我见他这样 傻到叫他去看医生 他在西装袋里面 随手拿了一堆药丸出来 好像朱古力豆一样 指着跟我说 这里每粒药都可以医伤风感冒 但是我偏不吃 我有权病的 我最关心就是林太 有没有回过家 他答说有 但是林太又走了回外家 原来他提出离婚 林先生执着我件Mahattan 褚蜂蜜 过后一面喷口水花 一面大声地问我 我做错什么 我一直当他欲结冰青 我一直爱惜他 I'm proud of her 现在做错事的是他 不是我 我已经可以原谅他 为什么他还要离婚呢 他大力把杯挫在桌上 整间酒店的人都望过来 我唯一可以做的方法 就是灌醉他 送到他回山顶道家 他仍然不断地跟我说 阿欢 I am a doctor 我是一个医生 但是我救不到自己的婚姻 帮下我 Help me You are my doctor 我是医生 不是 在他的婚姻上面 我根本不是医生 我是病菌 上外马路天 竟把我困在外的小客店 满击过了六年 期望有天 抛开了爱并来到生命乐月 独自探索去挑战 但面对新转变 身体意念仍在斗争斗前 脚步留在昨天难割点 为何跟他不想见人怀怨 心无知 为何跟他不想见人怀念 小男忍周记 上个星期三 我再见到林太的时候 是在港外线码头 他说要带我去大婴山 在那里 他居然有一间西班牙式三层高的别墅 还有约莫三百多尺的花园 林太说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 我们一进屋 就分头打电话回公司请假 在大婴山 一个不知名海湾对出一块 仅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石上面 林太整个人躲在我身上 仿佛我就是他的蜂蜂 一个一个狼打起脚鞭 其实只要我们不顾虑到洗衣服的烦恼 被海浪冲击一下的感受都是挺好的 林太说他之所以选林先生做结婚对象 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而且他拥有一个认可的专业资格 可惜这个男人太软弱 而且悠游寡断 每每遇到事都是林太出头 连医务所加租 要跟业主交涉 都是做老婆的去做烂头卒 而他自己就永远享受一个好好先生的美语 他看得世界太简单 他甚至完全明白在办公室里面一切人事关系 一切勾心斗角 他以为大家只不过在这里将简单事情复杂化 有一次他面对林太几个同事 居然跟他们说 不如减少点勾心斗角 我老婆回来觉得很游戏 这些说话根本不可能出自一个三十多岁男人的口 林太其实一早就认识我 N原来跟她说过很多很多有关我的事给她听 林太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固执、果断、勇敢、有性格的大男人 她坦言说自N口中已经很欣赏我 她越说我越惭愧 我怎么可以告诉她我的老婆一直很要面 所以在她的物友面前都说大话呢 林太那一双完美无瑕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受伤而没有肌肉的手臂 就好像我的臂弯给她有一份极大的安全感似的 晚上我的手臂开始有点酸痛 我不习惯被一个女人双手握得那么紫 上个星期四 跟林太去大嶼山一个小山坡野餐 带避了水果、三文治 和林太亲手做的沙律 暖水壶里面 装着的是高级英国的红茶 我喜欢林太将一片片新鲜的牛油 塗在黑力架顶上塞入我的口中 加上一口一口的英国红茶 那种风味很西化和看电影一样 就在这个这么温馨的场面之后 发生了一件极可怕的事 因为我和林太之间出现了一个第三者 我觉得可能是上天要考验下我的勇敢 这个第三者比林生更恐怖 他不是人 是一条整天生里舌舌声的蛇 我对蛇不是很有认识 蛇羹就吃得多了 我看着那条 头三角 条离开叉 身有非常鲜艳的蛇 整个身都远了 差点还想躲在林太后面 因为人家说蛇蝶女人 女人和蛇可能会friend一些 我看见受了害怕的林太 他将雪白的手不停地震 想起他称赞我的勇敢坚毅 一股勇敢在内心上升起 我看着那条走S型的蛇 我做了一个让他咬一口的心理准备 我想想目前科学昌明未必没得救 只有暗暗祈祷 这条不是那些什么走七步就独发身亡的品种就好了 我叫林太先走 他没有走 只是瀑在我身后面 我拿起个藤栏 看看附近有没有树枝 山坡上面没理由没有树枝 可惜不是说没有 不过枝枝不够一尺长 我看着都没有打蛇的工具 唯有一手拿一只胶碟 看准那条蛇 当然那条蛇有看准我 双方蓄势待发 我的心在那里数 一二三 双手向蛇头一拍 拍不中我就死定了 居然两只碟一拍即合 整个蛇头夹住了 一条蛇吐了一条蛇出来又吞不进去 我快手将它一条掉进那篮里面 然后将那篮揽住 用力一拋 把那条蛇抛出去很远很远 林太见到我这么威慕 没有出声 只是用力把我的身转过来对着它 然后再用力揽住我 好大力地疼我 晚上在床上 林太睡着了 她仍然用力地揽住我的手 看着她熟睡的样子 很多次偷偷地疼过她 一直放在心里面的说话 我只是这样在这个时候跟她说 我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之中 那么果敢 那么坚强 那么有个性的大男人 我甚至比你老公更耐弱 你老公有一件事更好过我 起码他没有喜欢别人的老婆 林太睡得很好 我记得我在她耳边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真的很爱你 上个星期 明白到我们不可以一直在大嶼山住下去 林太送我出码头 她穿着T恤牛仔裤 比平时厉害很多 但是仍然在她眼里面 你可以发觉她很intelligent 比起Ann 她多了一份温柔 多了一份忧鬱 回到公司 接到大鼓卧留下的message 回了个电话给她 大鼓卧很开心 因为那份讲过的contract已经签讨 她坚持请我下去club玩 我推了几次都是答应了她 我很不喜欢自己这种 这么摇摆不定的性格 落到club 大鼓卧和我叫了个母女叫做Lisa 她很喜欢猜超人会 一直在一天变变变变象 她不计的人会只想变变变变变变 大鼓卧坚持让我带Lisa出去 宗淺自然是她給了 臨分手的時候 她叫我陪Lisa去吃宵夜 那個Lisa吃宵夜好像吃捕妃一樣 樣樣都要 我跟她說 晚上吃東西吃得多會發惡夢 不過她顯然沒有提到我的Advice 吃完宵夜 我說送她回家 她一邊塗唇膏一邊問 那是你家還是我家 我說我家很屈質 她表示要參觀一下 你以為我不知道她想什麼嗎 身為一個男人 面對這個問題 我考慮了一會兒 想到大古惑這麼誠意權權 而這個Lisa又略有幾分知識 萬一明天大古惑問起 我總要有所交代 結果我載了她回家 Lisa老實不客氣 一進屋就自己去倒杯酒喝 她一邊喝一邊周圍看 逐間房打開來看 到她打開我睡房門的時候 我忽然間有一種感覺 我一手拉著她 跟她披回外套 在袋裡拿了三百元給她 叫她自己搭的士回家 我這間房子 雖然有過不止一個女人 但是每一個女人 都是我真心喜歡的 沒有人因為買賣而出現過 這一點 我覺得是很需要向自己交代的 雖然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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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六 Q太郎搬回來住 她和兩個女人的瓜葛還未清楚 她帶了一大堆日常用品回來 還有很多罐頭 她一邊收拾東西 一邊聽我說我和林太的事 我的確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也不知道自己身處的是什麼環境 我很困擾 叫太郎一邊炸種用多種水果汁混合的飲品給我喝 一邊和我分析 她撇開我桃花命說 認為我也是一個過分濫用感情的人 我必須承認 一個女人是不可以承受我這麼豐富的感情 但是有兩個女人又足以令我內疚 那同時愛上三個女人 我雖然沒有辦法面對自己 可惜我仍然樂於接受每一份感情 Q太郎怪我放縱自己的感情生活 完全沒有束縛過自己 我反問她身處於兩個女人當中又怎樣 Q太郎很驕傲地跟我說 她兩個就兩個 她有個擁有第三個的機會 她都放棄 但是我就不可以 她好東西 居然找到一件事令我厲害過我 Q太郎問我 到底目前最愛是哪一個女人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現在正好給我機會反省一下 Aan Jenny Rosa 林太 Dion 撇開一切 單從愛情來看 我難以否認 我對林太有一份很狂熱的愛 Q太郎聽完 望著我 只是跟我說了一句 那你死了 D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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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星期日即是昨天 門鐘響 乔太郎在浪衣服 我毫無戒心地去開門 我在門口見到一個空神惡煞的樣子 平時他不是這個樣子 現在居然會變成這樣 他是臨山 我想跟他說一聲哈佬 還未出聲 一個帶有結婚戒指的拳頭 以極快極快的速度折在我臉上 我眼前一刻 聽到自己咳咳一聲 後腦撞落地 接著就不省人事了 青春交響曲 我們有 黃外軍 何嘉麗 鄭丹瑞 吳嘉廉 鄧麗瑩 黃海琴 邱淑梅 文進 鄧艾琳 梁繼章 余劍明 鄧惠思 夏妙妍 楊兆祖 鄧惠敏 陳漢詩 和阿Don 我們有時軍軍真真 有時開開心心 我們是青春交響曲 10月2 淑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